Hello 我是Edwin 上幾個禮拜我說 上面鄰居還是下面鄰居 令我很困擾 因為他們在裝修 你聽不聽到我說話嗎 現在還沒有錢買樓裝修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可以裝修 裝修的噪音令我非常困擾 一至星期六裝修的聲音都不斷轉 所以我就不斷尋求方法 可以令我在裝修的轉場之下 都能睡得著 很多年前這個問題已經令我非常困擾 我想香港有很多人都面對這個問題 很久之前買了這些耳塞 就打算可以頂到一下 基本上都頂到 如果裝修是隔一兩層隔著裝修的話 其實這些耳塞是能夠發揮作用的 它可以減到三四成的聲音 這很簡單 捏緊它 然後塞進耳朵 讓它變成長 就會塞住你的耳朵 但如果裝修是在正在你的樓下 又或者是在正在你的樓上 這些耳塞幫助就不太大 在正在你的樓上或者在正在你的樓下 你直接感覺到那些震動啊 令到你整個房間都震動了 那時候 上次我提及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說到我去試了BOOST的SLEEPBUT BOOST還是BOOST 我經常都讀錯 試了這個SLEEPBUT 上次試的時候 我就沒有帶到這些裝修的聲音 去跟我一起試 那我就不太肯定 這個SLEEPBUT 可不可以濾走裝修的聲音 結果我再去多一次 去了另一間店 那個店長Store Supervisor 向我介紹這個SLEEPBUT 很詳細地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店長 我都很不好意思 其實我去就只有一個目的 我想試一下那個SLEEPBUT 有沒有格到這個裝修的效果 試試一下 我就拿那部手機出來 接著就播放裝修的聲音 就看得到 我正在帶著SLEEPBUT 然後就播放這些聲音 效果當然是不太理想 因為這些聲音 始終都是比較 頻率比較波動的 有高頻有低頻的一些雜音 結果我就放下了這個SLEEPBUT 很明顯 SLEEPBUT是放一些避寒聲 或者是交通聲 或者是冷氣機聲 或者是飛機機艙的低頻的環境聲 才可以有效地調整這些雜音 沒理由試完之後 就離開了 店長跟我說這麼多話 我再試其他東西 試了他們BUT的其他耳機 又是拿這些裝修的聲音 播放 我發現其實都可以的 雷走了大概5-60%的裝修的聲音 我猜如果PZ放進去 然後再帶著一個CUB的話 可能只聽到剩下20%的聲音 但問題就是 這些主動抗操耳機 真的價錢非常貴 BUT的耳機的音質真的很棒 但我又不是要聽歌 我要睡覺而已 我沒理由花2000元 買一個可以播歌的耳機 但只是用來睡覺 然後塞著耳機不聽他的聲音 很蠢 最後我找到一個類似的方法 我想是我目前最能夠減掉8-9成的裝修的聲音 方法就是 首先你把這些耳塞放進耳朵 然後就加上這個 3M的PIC 叫什麼 PELTA PELTA耳機 不是耳機 不是耳機 而是耳罩 工業用的 給裝修佬用 然後就帶進去 如果只帶這個的話 其實我覺得效果跟BOSE的主動抗操耳機 是有得比的 所以只要把這個 收入耳朵 加上一個耳罩 就可以幫到我睡覺了 起碼可以 不會再說 他們很準時 9點馬上開機就轉 他睡覺了 你睡覺了 9點準時 有時還沒9點 就來9點已經開始了 就開始打開 這個3M的耳罩 價值是280多元 至到300元 如果上網去淘寶 或者回大陸買的話 會更便宜 可能200元頭就已經買到 這個工業用的防噪耳罩 可以看到 裡面是非常深的 是完全吸住耳朵 有足夠的空間 而且裡面也有非常多的隔音 還有想補充一點 就是戴上去是非常舒服的 這個是TELTA X5A X5A 有些人就會問 帶著這塊東西 在你的耳朵 那你怎麼睡覺啊 是不是 你一睡覺的時候 枕頭在這裡 睡覺就會窄著 當然不是叫你帶著這塊東西 晚上帶著這塊東西 帶到明天早上 這樣誰都睡得不舒服 我晚上睡覺會帶著這個 然後呢 第二天早上 就預料被人吵醒 一定被人吵醒 這個就放在床頭 放在我旁邊 一被人吵醒 我就馬上帶這個 然後睡覺的時候 你的頭部可以遷就一點位 如果向天睡覺 那就最沒問題 這樣睡覺就沒事吧 但如果你側睡的話 那我睡覺的方式就是這樣睡 我的頭在這裡 耳朵就剛剛好 就讓進去枕頭下面的這個凹位 頭就可以枕到枕頭 耳朵又不會硬到枕頭 那這個就是我目前去解決 去應付 都不是完全解決到 去應付 早上被樓上樓下裝飾 吵死的方法 那我知道 很奇怪 你帶著這塊東西 怎樣睡覺呢 對不對 那我批評你 帶著這塊東西 是睡到睡覺的 早上八點九點被人吵醒 都可以再保眠 多兩個小時 好了 這一個就是我去應付 這些裝修吵雜聲的方式 不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式 但起碼它幫助很大 直接 有些朋友就不是說 好像 不是每個人一樣 就回辦公室工作 朝九晚六 跟裝修時間 踩到正 其實就沒有影響 有些人會這樣覺得 但是星期六呢 有些人不回到星期六 或者有些朋友回到Shift 就會面對到這些問題 就是 你睡覺的時候 然後又被人吵醒 然後裝修 裝修的腦袋在耳朵下 不斷轉 當然不同人 就會有不同解決方法 有些人會說 不如報警吧 吵冤吧 報一報警 起碼它會停一會 又或者是 有些人會說 不如去什麼環保署 或者是 什麼屋宇署 什麼署 什麼署 去投訴 你用盡了這些方法 可能都只是指到 裝修的時段 一會 有些人也做過 現代人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是Google Google發現 其實很多人都有面對這個困擾 尤其是香港 有些外國人會面對這個困擾 有些香港人會面對這個困擾 在屋宇署的網頁上 都提到這個問題 是香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我們香港的居住環境 非常密集 隔三四五六層 你都可能還聽到一些裝修的聲音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 怎樣去推延 或者去拖也好 都會有這個問題 改變不了環境 唯有改變自己 可以試一下 這些防操功能 很遺憾 現在這個科技 還未做到100% 去隔絕環境的聲音 消費者市場 還未有這個產品 去做到這個 所以提供我這個方法 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下次你預料有人裝修的時候 或者你可以考慮一下 買這個東西 和加這個東西 就可以去幫助你睡覺了 這次的分享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如果還未訂閱 記得訂閱 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下次再見 在這裡 進行 按照 按照 我們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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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